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来了一位中量级的嘉宾 就是我们服务权健保的资深健保 各位我们的Bill高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各位亲爱的长辈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光临这个SinoTV 跟大家见面 谢谢您 哇 好儒雅的一位男士 谢谢 很高兴 人士你好 那今天我们就话不多说 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好的 其实前几个月大家就在关心了 因为疫情之后呢 大家的保险计划也越来越看重了 是的 所以每年的这个其实不一样 一般这个保险开放期是几月到几月 我觉得这个要跟观众朋友们讲一下 就是我有机会去更换我的这个保险计划 是从几月份开始的吗 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各位观众 如果你已经拥有红蓝卡 你已经是这个Medicare的会员 在每年的10月15号到12月7号 就是一个月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注册 您可以选择您明年度1月1号开始的新的保险 如果错过这一段时间 对不起 您要再等一年 所以10月15号就开始了 到12月7号 这个时间您可以做改变 对 要记住这个时间 各位朋友 您一定要把握这段时间 10月15号到12月7号 一定要为您的明年度的 一个您自己的这个Medicare 做一个选择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 每年都是这个时间 那也蛮好记得 是的 好 那我们今天首先要聊一聊 就是说什么叫做联邦健保 它针对的对象又是哪些人呢 好的 各位朋友 联邦健保 其实是联邦政府 为我们老年朋友 所设计的一个既是健保 既是福利 也是这个既是保险 也是福利的一个 这个健康的一个保障 除了65岁以上的 长辈朋友们之外 如果说您在65岁之前 有这个身心障碍 或者是这个残障的人士 您也可以到这个社会 这个服务的单位 到这个一般的单位呢 到社会服务的单位呢 去去去 申请这个联邦健保 申请这个您这个福利的时候 您就会自动的加入Medicare 在65岁之前的三个月 有一个初始的选择 就是说您第一次 第一次这个进入 第一次拿到红兰卡 第一次进入这个 联邦健保的这个资格 您在您65岁前三个月 就你还没到65岁生日 前三个月 你就可以先试用一下了 不是65岁前三个月 您可以开始申请 在65岁当月 比方说你是7月8号生日 那你就可以在65岁的7月1号 就开始生效 所以这个timing还蛮重要 是的 是的 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要记住 快到65岁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对对对对 前三个月就开始要准备这些东西了 对如果说您错过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一种 您自己的一种保险上 一个托棋啊或者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好像到了65岁 你一定要申请红兰卡的 你不能再用之前的这个保险了 对对对 可是有一些那种 我还在办公室上班的人 他可能觉得我还是要继续 对啊 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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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续续续续续 也OK 也OK 但是当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 不要忘记 你赶快去申请你的Medicare 来加住Medicare 让你的保险中间不要这个 不要断掉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可能华人朋友 他年纪比较大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新移民 他不会讲英文 所以他会觉得投保的部分 如果完全都让他自己来的话 会有点麻烦 那如果说像你们这些资深的这个保险顾问 是不是时间快到 比如说前到三个月了 期间三个月 我就直接给我的保险经纪打电话 他就会帮我安排好 是的 这个情形是这样子 这个健保呢 这个除了健保的医疗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关节 就是联邦健保的健保服务 这一块福全健保 我们相当重视我们华裔朋友 和亚裔朋友的权益 太好了 所以说呢 我们有华裔的朋友 为这个华裔的长者朋友 特别设立了好几个方式 您可以直接用华语 和我们福全健保联络 比方说 您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我们有华语的网站 看你所熟悉的文字 去了解这个Medicare的讯息 去了解这个福全健保的讯息 除此之外 我们开设了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专门呢 为我们华裔 为我们亚裔的朋友服务 我们有专业的服务人员 说华语 说广东话 说闽南语 还说各种不同的方言 来为您服务 更直接 打电话 服务全健保 客服电话 客服电话 专业的这个服务人员 用您所熟悉的语言 为您服务 就想问一下 这个传统的联邦健保呢 和这次你带过来的 这个联邦健保的优势计划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非常基本 我们先解剖一下联邦健保 其实联邦健保说穿了 包括四个部分 Part A Part B Part C Part D Part A住院这一部分 生病了 你有问题 你要去住院 Part B看医生 OK Part C就是我们服务全健保这一块 叫做HMO管理室的这个医疗服务 还有Part D就是处方药 所以您有病的时候 看医生 Part B 看如果说有什么状况 你住院 Part A Part B 这是联邦健保所包含的 OK 你只要每个月 这个按照这个联邦健保的费用 你有缴交费用 您就可以自动的这个加入 并享受Part A Part B的服务 但是Part A Part B的服务 是要付费的 是一种付费的服务 对不是免费 那大部分的这个医疗的 Part A Part B的医疗 您要付到20%的费用 如果你的这个医疗费 本身很高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材质 是不是就会累积 对对对 好 看病住院 是不是需要买药 对啊 就是Part D Part D这一部分呢 您需要呢 自己 自己出钱去到 一般市面上的这种 Part B的这个 这个药品的计划 您去参加它 然后它就可以买药 住院 看病住院买药 好 有没有一个好的这个 健保计划 包含这三下 有 Part C 像我们这种HMO 我们就包含了看医生 包括了住院 还包括了非处方 还包括了处方药 就是Part D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的HMO 这种医疗的保险计划 包含了Part A 也包含了Part B 也包含了Part D的这个 处方药 除此之外 这个计划还有额外的 一些福利 比方说 眼睛 眼镜 牙齿 东方医疗 这些在传统的 这个联邦健保里面 大部分都是不包含的 OK 那我们就包含 这一方面的福利 OK 除此之外 参加我们这个Part C的部分 您不需要额外的 缴任何一毛钱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刚刚我们的Bill也讲到了 这次这个计划里面 对于我们的亚裔 对我们的华人朋友来说 还多了很多的 这个东方医疗的部分 包括眼睛 阿牙科 我们下半段仔细来问一问 到底有哪些东西 我们可以含寿的 好的 再见 好的 欢迎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惠客室 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专家 是我们健保方面的资深顾问 来自我们福全健保的Bill 再次欢迎你 谢谢你总统 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计划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联邦健保的一个优势计划 是的 就是有Part A Part B Part D Part D是要额外付钱 但是Part C是含在里面的 我们像这个HMO这种性质的话 是包含了住院 包含了看医生 还包含了这个处方药 所以说Part C 这种健康式的保险 基本上就是包含了住院 包含了看医生 包含了处方药 所以相对的就可以说它包含了Medicare A B跟D的部分 那不需要额外付款 这些是不需要额外付款的 只要交基本的这个保费就可以了 交基本的交给联邦 这个Medicare就好了 好厉害 谢谢你 那刚刚上一节我们也问到了 就是说Viu特别跟我们讲说 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知道 这个牙医呢是要额外再买保险的 所以想问一下 这个福全健保有没有提供 关于这个牙科啊 包括这个视力和听力方面的福利 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各位长辈朋友 您的牙齿是不是已经使用了超过60年 一个使用超过60年的牙齿 因为前五年没有牙齿 对前五年没有牙齿 所以说您是不是要 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需要修补 患甲牙 补牙 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福全健保 知道各位长辈朋友 您对于这个牙齿牙科的这个医疗需求 所以我们特别为您推出 不需要额外付款 您可以看任何牙医师的 这个保险计划 您可以补牙 您可以洗牙 您可以拔牙 您可以X光 您可以做各种治疗 不需要额外的付款 您可以看任何医师 如果说您看的是我们网内的医师 那么您有两次额外的洗牙 跟X光是免费的 所以这个牙科的福利呢 对于这个长辈朋友 如果说您加入了福全健保 您就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长辈朋友 您加入了福全健保 我们希望您一贯的中止 福全健保一贯的中止 希望长辈朋友 有一个健健康康的牙齿 享受美味的人生 是不是很美丽的事情 还有视力和听力方面呢 福全健保的这个眼科的这个福利呢 包含了Routine 这个一般灌肠性的这个牙齿跟这个眼睛耳朵的检查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包括眼镜的福利 我们不同的计划每年给你 配眼镜 对给你一些额外的福利 给你一个固定的多少钱 比方说有的计划是300块 你可以利用这个钱去买你喜欢的眼镜 我们完全不限制你任何的厂牌 那耳朵方面 我们有一些听力的助听器的服务 有的计划每年可以高达每个耳朵 高达1500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利 您可以去利用这个额外的福利 去每年配一副助听器 特别适合老年人 对特别适合老年人 因为福全健保 知道老年人健康的需求 所以我们完全是针对老年人 特别是我们的华裔朋友 雅裔的朋友 好那还有我们刚刚说的 雅裔的朋友 华裔朋友 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 他特别喜欢做做针灸啊 或者去拔个罐啊 或者推拿按摩一下 那原来的这些传统的 这个联邦健保里呢 很少就网络里很少 有这个东方医疗的服务 所以现在我们的福全健保里面 还有吗 是的福全健保 这个特别知道雅裔朋友 我们尊重雅裔华裔的朋友 文化传统 我们特别在我们的健保计划里面 加入了东方养生疗法 这是我们的强项 也是我们非常有特殊的一点 受到非常多的朋友的翻译 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 健保计划里面 他的这个东方养生疗法 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受了很多限制 可是如果说 你加入了福全健保 我们这个东方养生疗法里面 您就可以全面性照顾您的身体 有的计划里面 像我们的计划里面 有的计划 您可以无限次数的看 针灸医师 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最重要一点 不需要家庭医师的转整 你任何时候疼痛 也不需要身体 直接打电话 给我们网内的医生 您就可以去看 我们网内的这个中医师 除了这个中医师的这个 无限次数的针灸以外 他还可以拔罐 推拿 做各种的物理性质的治疗 艾灸 真心 都包含 是全套全面性的 OK 除此之外 我们东方养生疗法 我们还有一个计划 我们让你有这个机会 去买你喜欢的中药 这也可以 不要 各种这种 中医的这种 补充品 您都可以在我们计划里面 可以用您额外的福利 去买这些 这些药品 全面性的 那我们华人朋友 真的爱死了 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想问一下 我们的福全健保 在社区和其他活动上面 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提供 好的 福全健保 知道各位长辈朋友 华裔的 知道我们华裔的朋友们 对于社区活动的参与 以及这个一些 健保的讯息 我们特别呢 在我们华人聚集的 盛盖博物股 全统的 全统广场旁边 我们开设了 社区服务中心 为我们亚裔的朋友 华裔的朋友 直接服务 直接面对面的服务 您不需要预约 任何时间 只要我们开放 在我们开放的时间 就walking就可以了 用你的语言 华语 广东话 闽南语 直接面对面的为您服务 各种健保的资讯 或者是各种意料的尝试 您都可以 在那边 得到直接的答案 听说好像你们定下 有举办一些 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像什么打太极 气功 冥想 这些社区活动 除了一些 一些讯息之外 我们当然知道 亚裔朋友 华裔朋友 你们对于一些活动 也很有喜爱 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 有太极拳 有冥想 有这个推拿 有这个健身操 是不是这些活动 很适合各位长辈朋友 除此之外 你们还可以随时光临 到我们这边喝杯茶 我们有很多的杂志 有很多的一些 你们喜欢看的一些 电视电影的节目 你们都可以在我们 这个社区服务中心 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宗旨 特别好 好地址啊 刚刚我们的Bill说了 在这个权通广场 那在这个Suite125 在一楼 一楼 很方便 都不用走楼梯了 所以这个再过 可能再过几个礼拜吧 就到了我们新一年的 这个保险开放期了 在这里呢 代表我们惠客室 强烈的推荐大家 可以参加我们的服务权健保 再次感谢我们的Bill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小赛哥主持人 谢谢您 谢谢 我到65岁来找你 等着您 很快乐 拜拜 我们下节目再见 拜拜 再见